大家好,我是萌新超然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各位小伙伴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你要尽可能的通过各种方法获取钻石 对于灵科玩家来说 任何一个补偿礼包都不能放过 千刀奖励也有钻石 动动销售轻松获取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秋日庆典活动 完成任务升级之后 就可以领取钻石奖励 一定不要错过了 宝藏也要记得开钻石多多 竞技活动里面的双人对决一定要参加 赛季奖励里面有很多的钻石 一定要全部拿到手 双人对决身段可比其他游戏 简单容易多了 完成双人对决的任务 也可以获取钻石奖励 千万不要错过 每天浏览一下更新的活动页面 有免费获取钻石的活动 一定不要错过 就比如说调查问卷的活动 只需要随便动动小手 钻石就可以到手 哎呀,点快了 好像是得到了60个钻石 回忆之旅 普通和困难模式一定不要错过 每个关卡手通给的钻石奖励 一定要拿到手 叛逆的追击 每个关卡都会有钻石奖励 能打过多少就拿多少 高分玩家还可以从宝箱里 获取大量的钻石 除此之外 每天的钻石低宝 也可以去领取5次 接下来的一个月 除了获取钻石 一定不要乱花钻石 解锁家族属性 先等一等 平时闯关也别丢战术黄瓜了 为了追击拿高分可以丢 植物探险也不要花钻石增加次数了 碎片挑战 不要花钻石去购买次数 传奇宝物 十连抽 2888 还是放一下吧 先别抽了 汉尼的秘宝 也不要花钻石来抽植物了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月 留住钻石是为了什么呢 对了 就是为了双十一的心愿团购 双十一的团购可不同于普通的团购 在这里可以花钻石买到一些稀有的植物 去年的双十一活动 超人就买到了鸡汤豌豆 鱼沟草和小黄梨 把钻石留给这个活动绝对不会错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月 一定要留好钻石哦